我想昨天那个谷仲茹应该就是黄先生 应该 你不能确定吗 每次给我打电话的都是个女人 我从来没跟黄先生通过电话 不过 昨天我乘陈参茂的车 在桥桃上看见她的时候 是黄先生吗 我姓谷 黄嫣然让我过过你 她并没有说她到底是不是黄先生 不过我想 如果她不是黄先生 她怎么会有那份秘密图纸的胶片呢 黄先生让我问候你什么意思 是暗号 那个女人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都先说这句话 黄先生让我问候你 谢谢 我的很好 黄先生让我问候你 那个女人这几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经常找不到她 这个 电话里说不清楚 下午三点你那儿见 怎么了这么严肃 审完了 审完了 正好 陈参谱一块听一下审讯那个艺术家的情报 好 局长 她不确定谷仲如是不是黄先生 她们之间的联络是通过一个女人 二十三号方丽是学音乐的 她对声音很敏感 据她的判断 那个女人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到五十之间 这个谷仲如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我们已经打了十年的交道 她的原名叫谷学峰 应该是保密局留在广州特务中级别很高的 她说她是中校 中校 解放前就不只是中校 解放特务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黄先生这个代号是最近才服输水面的 但我有一种预感 这些年来的主要对手就应该是她 怎么 局长办案也要靠预感啊 不光靠预感 还要靠鼻子 我这个鼻子 能在广州的风里边 闻出大特务的味道 所以说谷仲如虽然级别高 她还不像是黄先生 再说 黄先生和二十三号中间传话的那个女人 不是还没有找到吗 对 报告 进来 局长 怎么这扑克牌都上了 什么扑克牌 我们刚刚截获了敌人01号电台的密电网 破译出来是张扑克牌 你给我看看 黑 黑桃 黑桃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改变了密电网 影响了我们的破译呢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倒觉得 黑桃Q很有可能是一个代号 接着说 如果谷仲如是黄先生的话 那么这个黄先生已经被我们拔掉了 黑桃Q很有可能是特务组织 在广州新任命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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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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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要见的人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和他交朋友 否则就白来了 不是个老沾犯吗 既然是老沾犯 必定最大恶疾 怎么跟他交朋友啊 执行命令 你好啊 姓丁的 你来得太好了 都丑死我了 监狱关照我 给我送来了一套围棋 可没有配配对手啊 这盘棋我都看了五天了 没有对手 我简直就下滚完了 我哪有时间陪你老下棋啊 我是来请教事情的 新的规矩 新的规矩 你赢不了我 什么都别问 啊 你想吧 好 我选白气 好 林医生 陈参谋 出现什么状况了 昨天晚上有些任务 所以一宿就没睡觉 现在头疼得练 你不是说 有什么头疼恶心的症状 就来找你吗 我得听医生话 帮我检查检查 这头疼的毛病 要是待一辈子 也通常守不了 好 我带你检查去 来 不急 累了 淘口水喝 好 那我去给你倒水 我输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心有不敬 能不输吗 没劲 你 我认输了 前辈 我陪您下了半天了 我能问个问题吗 不成 刚立的规矩 你赢了什么都能问 输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下一班 要是再输了 再输了我还是没办法啊 局长 您的心还真是无尽 这盘棋还没有输 怎么 小同志 你也会下棋 我小时候学过一点 前辈 我能帮我们丁局长 把这盘棋下完吗 当然可以 好好好 你来你来来 坐 跟前辈下棋 我怎么敢做呢 那就请吧 初步检查挺正常的 还有两份结果 要到下个礼拜才出来 那我就下个礼拜再来吧 好 妈妈怎么样了 她每天都昏蹦乱跳 她还让我转告米阿姨 她非常欢迎你 经常到家里来玩 真的 我真的挺喜欢毛毛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给毛毛买的那件衣服钱 那是我送给毛毛的 咱们刚刚认识 我不想让你这么破费 那里边那些零钱 是我赔你的午饭钱 那天在你宿舍门口 我把你 你 好吧 好吧 这个零钱我收下了 但这衣服 是我送给毛毛的礼物 我不能要 前辈 对 承让了 小同志 你归姓啊 我姓石 叫石云 你一直都姓石 小刘云 当然 一直都姓石 是 你的戚风 和梅雨之间的神采 使我想起了一个老相识啊 你是哪里人呢 北方人 热和 哦 那是我弄错了 热和 是纳兰幸德讲学的地方 你有这么好的旗艺 就不足为奇了 老丁 你的这个部下很厉害啊 哼哼 我认输了 有什么想问的 你就问吧 我想问一个人 黄先生 黄先生 准确地说 是个代号 是个代号 是保密局干的 四九年在撤出去之前 他们搞了一个 颤沙子的行动 所谓颤沙子行动 就是在各行各业 各个部门当过 都安插上保密局的人 于是就有了这个代号 这个代号是一个组织的领导 这个组织里 所有的成员 都是保密局认为 能够长期潜伏的沙子 这样对待问的 对待这个组织的领导 都会说 到家里这些评伙 不要 translat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 你都去哪儿了 我没去哪儿 你找我来着 我 我可能 正好那会儿去病床 我快点 你不是答应我 不就招惹他们了吗 可能一人再三人再送上门去 你为什么 他已经相信我是不是血犯了 你胡臭 我当然相信你的鬼话 真难以为他跑到院里 和你好理想我吗 他是来检查神迹的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白教你那么多年了 你 你不能够祝福你还笨 我想看我的孩子 走 你已经隐患了我身了 走 马上走 今天晚上就走 要不然 你不但会毁了自己的性命 还会让整个人组织全都暴露呢 我要带着孩子一起走 那 那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孩子不走 我绝不走 疯了 生过孩子的女人 全都是疯了 他 你给我走 马上走 要不走的话 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 你开枪吧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当时为了黄先生这个代号 你已经杀过我一次了 我再死一次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当时就不应该把我救回来 你当时就不应该把我救回来 你怎么就不他们 你不会把我救回来 我跟她一样 不会把我交到你 你行不舍贵 再来 想发大手 那你把我救回来 你修备了 是我 你吃饭是吃饭的 当然不吃饭 然因为妈妈 你的 Sapphire 妈妈,妈妈跟你创ta一些事 什么事 你出去玩一会儿 爸爸和妈妈要说件事 干脆我的事 我是小孩子不能听 对 你去吧 爸爸 如果米阿姨来找我 你就叫她等我一会儿 你放心吧 去 你要跟我谈皮血缝 对 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 她都来咱们家了 而且这么快 就和毛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你没发现吗 毛毛第一次 对咱们家的一个客人这么热情 你怎么想 什么我怎么想啊 你前天都见着她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这一天都在忙 还没来得及跟你单独说话呢 不对 你要不要这么严肃啊 要审查我 我是要审查审查你 审查审查你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米血方 当做刘梅了 我怀疑她 就是刘梅 不可能 我跟你说过一万遍了 我是亲眼看着刘梅入土联案的 当时不光我一个人在场 下葬的时候还有很多战友都在 陈亮 我用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保证 现在的这个米血方 绝对不可能是刘梅 绝不可能 陈亮同志 我可提醒你啊 我可提醒你啊 你不要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长得像刘梅的人 就把她当作是刘梅 这样 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不 你怎么不说话 我只保留态度 我只保留态度 你什么意思啊 下葬那天 首长怕我太激动了 没让我去 我当然应该相信 刘梅已经被埋葬了 但是志明同志 你不要忘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年底 广州解放还不到一个月 国民党残疑的活动 非常长距 势力还非常强大 那个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跟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关系 跟特务活动又有什么关系 陈亮你怎么了 除非我亲眼看到 柳梅还躺在棺材里 否则 我一定怀疑现在这个米血方 米血 陈亮 我不同意 陈亮 刘梅不光是你的前妻 还是我的好战友好姐妹 还是毛毛的亲生母亲 你不能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 长得像她的人 我们就去打扰她 我来 我跟小高约好了 我去 你 我去 米医生啊 徐云同志 陈大夫你好 是 米大夫 下午咱们不是刚见过面 你怎么又 是这样的 我昨天啊 给毛毛讲了一本 我看过的小儿书 她特别喜欢那个故事 我今天去新华书店 给她买了一本 今天下午看见你的时候 忘了给你了 一大早就买好了你看 所以正好我没什么事 我就一个人出来 溜达溜达 给她送过来 毛毛没在家呀 刚出去玩了 我去把她叫 不用不用 你给她就行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来 你们进来坐 你们还没吃完饭呢 那我就不打扰了 没事没事 进来坐吧 我吃过饭了 全当散步了 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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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我成全你 不成分 还知道我是你的长官 知道知道 黄先生不会见你的 你这么说 我只能怀疑你就是黄先生 黄先生怎么会是你 他 那他为什么不见我 黄先生说 你的忠诚 还没有得到考验 黄先生 黄先生 对 你 对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得没错 有这么高级别的代号 肯定不是凡人 别报了给公安就成了 是 华先生 我一定小心 这样吧 那几个地址 承西铁桥 今天晚上 你让刘香义去哪儿 你让刘香义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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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见面了 黄先生 是我 辛苦了 这么多年留在这边不容易 为了党国的事业 不敢谈辛苦辛苦容易 我们只有尽忠之手 为什么冒充黄先生 我就是黄先生 谁看你来的 黄先生 我今天晚上刚刚接到命令 让我代替黄先生在这跟机接头 谁给你传达的命令 我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女人 告诉我 你现在的公开身份 第二监狱 后勤保证科副科长刘向一 第二监狱 我住过 长官 你放着我吧 我对党国绝对忠诚 于忠 知道黄先生为什么让你替他来吗 你肯定已经暴露了 不是我要杀你 是黄先生要杀你 做鬼以后 找他去孙长 他把刘向一给杀了 他把刘向一给杀了 说了没超过武剧 他们就动手了 刘向一比他高半头 他像杀小季一样把他给杀了 果然是静莹 可是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 我知道我不该问 你当然应该问 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哪有不问的道理呀 其实啊 我也不想让刘向一死 可是现在公安局 一定知道黑桃口又活了 现在这监狱里呀 突然被安排了很多新兵 刘向一 是那个下毒厨师的上线 连回家跟老婆睡觉 都被跟踪了 他没办法不死 虽然他不知道我是黄先生 可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我也不会忍心亲自下手 正好 黑桃口闲着没事 省得他整天闹着要见我 局长 您让我跟您去哪儿啊 第二监狱 第二监狱 这个刘向一我们盯了好几天了 昨天晚上我们的侦察员 稍微马迫了一下 刘向一什么时候 从家里处理都不知道 结果今天早上 在城西的铁桥下面发现了尸体 右臂一枪 头部一枪 特务一定知道我 我们在盯这个刘向一 是啊 二一七号被毒死 除尸 畏罪自杀 这个刘向一的嫌疑最大 可现在 二一七号要突然活了 在这个时候 究竟谁 要要刘向一的命名 您的意思是 他们在搞内部清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各位言之 特务一定不快到我们监狱里面 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戒 绝不让特务的活动 妨碍我们边的关系指导 下面情况局的丁局长 跟大家分析下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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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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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医生 李福贤医生 您该打针了 麻烦您了 来来来 请请请请请 来 王医生 那么该怎么办 这刘向一 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会不会是上面的黄先生干的 不会吧 黄先生要是这么看的话 那咱们不是人人自卑了吗 没有 没有 王医生 不不 你说我的上线 我应该叫你长官 我现在真是 真是有点害怕 我老是觉得 好像我也被盯上了 不会吧 你是 赴监狱长啊 你不住在监狱家属院你不知道 家属院这卫兵都换了 全都是生面空 我老是觉着有无数只眼睛 在看着我 我这心里头 真是挺紧张的 好 你啊 就放心吧 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的话 黄先生肯定会通知我们的 好 黄先生 让我问候你 谢谢 我很好 说说昨天晚上吧 昨天晚上他又从医院里出去了 他直接去了女公安家 女公安和他的解放军丈夫全都在家 好 他带来没多半就走了 好像人家并不太欢迎他 知道了 黄先生说谢谢你 喂 黄秦升让我问候你 说 那个女的昨天晚上又出去了 去的还是老地方 黄医生 黄医生 三号间区有个病人发烧了 很厉害 您快来看一下 好 我马上就过去啊 我都知道了 今天上午我到第二监狱开了会 会后和监狱长一块到市里给领导做了汇报 市里领导指示我们 一定要加大力度 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 董事们 我们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的日子刚刚开始 绝不允许敌人破坏 敌人的零一号电台 我们已经跟踪很长时间了 我和军事首长一起下决心打掉 打掉敌人的零一号电台 就等于切断了敌人和境外组织的联系 让这些小鬼们找不着阎王爷 看他们还能闹出什么大天来 局长 可是打掉零一号电台员 要比截获他的电报难得多啊 零一号电台经常在移动当中 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停留很长的时间 每次发报时间也很短 而且没有任何规律 所以我们才下决心打掉他 到时候军局首长会派陈亮 带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来支援我们 你们要好好配合一下 陈亮